故事发生在1944年的朝鲜 日军的枪炮强行打开了朝鲜的大门 中芬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贫穷家庭中 妈妈常常让她为弟弟洗衣做饭 照顾弟弟 也不许她去上学 家庭优渥的金英爱十分看不起中芬 但是中芬却喜欢上了英爱的哥哥英周 英周也对中芬爱护有加 此时的日本军方已经开始了对朝鲜的压迫 抓大量的青壮年充军 英周就是其中之一 留在学校的英爱等女学生也被迫学习日文 接受日军的训练 准备带往日本 而崔中芬这样贫苦人家的女孩 也在夜晚被抓上了开往日本的火车 从此开始了她们噩梦般的一生 中芬和英爱等一众女孩子 被直接送到日本军方的慰安所里 在慰安所里 女孩们被分别关在小小的房间里 等待她们的是日军日复一日的蹂躏和摧残 而英爱的身孕 是原本就绝望的生活 变得雪上加霜 老宝想要强行给她灌下堕胎药物 而倔强一心求死的英爱 一直拼命反抗 英爱的行为激发了崔中芬的求生欲 她要活着回去 也要保护好英爱 两个人一起活着回去 于是 在第二次英爱想要跳入冰河中寻死时 崔中芬及时地阻止了她 两人也被随之而来的日本兵 揪着头发 脱回了慰安所 两次求死无望的她也放弃了挣扎 绝望地躺在地面上 接受命运强加给她的痛苦 为了使英爱振作起来 中芬细心地照顾着她 在英爱得了严重的口腔溃疡 无法吃饭的时候 慰安所的另一个女孩子 枣子 嚼碎了月饼 喂给英爱吃 枣子的善良和中芬的关爱 最终打动了英爱 三人慢慢变成了好朋友 在苦难的日子里 中芬拿出了当年英州送给她的书 让英爱教她十字 在英爱的阅读生中 两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 两人也常常会趁着劳宝打瞌睡的时候 跑到枣子的房间里 三人吃着偷来的枣子 一起唱歌 一起回忆从前的生活 这是在这样绝望的生活里 三人唯一的一丝温暖和慰藉 可是好景不长 枣子因为在慰安所的生活 而浑身长满了可怕的笼包 她被日本人拉出去当中枪杀了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消失 随之破灭消失的 也是英爱和中芬仅存的一点希望 这天晚上 英爱意外偷听到两个日本军官说准备撤离 但老宝又将所有的女孩都带出了慰安所 发觉日本兵杀人灭口为目的的英爱 立刻拉着中芬趁乱逃跑 逃跑的过程中 英爱意外中枪 一路上 英爱一直开导着中芬 希望她能活下去 而自己却身受重伤 体力不支 倒在了雪地里 再也没有起来 中芬寒心如苦地回到了家乡 而家中的人早已不在 为了政府几百元的补助 中芬冒用了英爱的名字 勉强活着的她 再没有家人 孤苦一生 老年后的中芬 遇到了一个无人照顾的叛逆女孩 也许是女孩倔强的脸 像极了当年的英爱 她申请做了女孩的监护人 照顾女孩 两人相依为命 故事到这里 接近了维生 当年那些死去的无名女孩 成了中芬活下去的动力 这种动力 如今又化为爱 继续延续着 一直不屑寻找英周的中芬 最后也得到了回应 她给英周 寄去了一件 亲手做的毛衣 毛衣带来的温暖 一如当初 温暖中芬的阴爱一样 而此时 艾艾的白雪 也掩盖不住历史的真相 罪孽深重的人 也早晚 要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